大家好,台湾媒体证实,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与台湾的进口聚碳酸值反倾销做出最终裁定 从今年4月20号起征收反倾销税为期5年 此外,对美国进口的饼酸裁定存在倾销 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台湾媒体说,这个聚碳酸值是海峡两岸合作经济框架协议ECFA早收清单小项之一 报道称,在2024年台湾大选前夕中国对台进行的施压 ECFA项目终止为其中的一项手段 2022年11月30号,中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与台湾的进口聚碳酸值进行反倾销利案调查 当时对台湾的聚碳酸值科征税率达到22.4%临时反倾销税 不过去年11月30号决定将此调查延长至24年的5月29号 19日,北京在民进党赖清德520上任前一个月公布调查结果 并决定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 台湾认为是政治因素 这是中国第一起针对台湾输入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尤其是聚碳酸值属于ECFA早收清单项目 是否涉及中国变相取消ECFA早收红利甚至取消ECFA 引起了台湾的关注 这个聚碳酸值是一种热塑性塑料 主要用于电子、电器、汽车、光学、包装、医学、器械 目前中国是台湾聚碳酸值最大出口市场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去年出口约8.3亿美元 占比78.5% 这你台湾对中国出口最大的一项 给你加征关税 中国商务部的公告 反倾销税包含台湾化学纤维公司9% 台湾出口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9% 奇美食业股份有限公司12.2% 麒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2.2% 其他台湾地区公司22.4% 与同时中国商务部官网也发布消息 中国商务部的说法保证金比喻约为43.5% 饼酸是重要的精细化工产品 是有机合成原料 主要用于生产防腐剂 防煤剂 除草剂 医药中体广泛用于食品 饲料 农药 医药 外界注意到 美国进口的饼酸被中国裁定设反倾销之前 美国白宫网站17号发布消息 指责中国不公平做法 宣布计划针对中国钢铝采取新的限制措施 包括将对中国钢铝产品301关税提高至现有水平3倍 并邻国合作防止中国钢铝产品间接出口美国 昨天中国宣布启动M03航路 今天又宣布据探酸指课征反倾销 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今天在宜兰出席党部活动 被问及中国宣布启动M03航路课征反倾销税 是否对赖金德是下马位 柯文哲指出 去年访问美国 美国高层也表示 台海关系第一原则就是双方不得片面改变现状 中国要改变什么 要先跟台湾商量 双方不得片面改变现状 我想这是中国政府要去思考的 比如说改了对台湾更好 问题是改更好也要跟我们台湾商量 两岸之间还是要交流 对谈才能避免很多这种隔阂产生的误会 恶意螺旋上升 这对整个台海和平是不好的 我觉得赖金德 他的上任以后 实际上两岸的形势将更加恶化 台湾人现在很多人像柯文哲一样 认为美国要维持两岸现状 这是我觉得是美国最大的 这个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输出 就是他在这种 怎么说呢 好人的形象 一直深深的扎根在台湾心里 总觉得看到美国人 就觉得是安全的保证 但实际上 美国人在整个世界真正的形象 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美国是为了捆绑台湾 为了出卖台湾 他怎么可能维持现状呢 现在维持现状对美国不利啊 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发展 维持现状不就是帮助中国发展吗 维持现状不就是和平吗 美国能让中国和平吗 这个柯文哲也好 这个所谓的台湾这些高 这个高层的这个政治精英也好 这脑子里这个逻辑都不清 美国现在是要什么 搅动两岸局势 要打出台湾牌啊 他怎么可能要维持现状呢 所以美国选择民进党 选择赖清德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就最后打出台湾牌吗 改变现状吗 那你中国能不做应对吗 你台湾要改变现状 配合着美国 我中国难道傻乎乎的 什么也不做吗 我当然要他台独施压呀 军事上 政治上 贸易上 经济上 对吧 意义形态上面 我们都要向台湾施压呀 这都是连续动作呀 我怎么傻乎乎的 什么也不做呢 啊 这科文德讲 哎 你要改变现状 你得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呢 因为最后你要改变现状啊 你不台独吗 你台独最后的目标 不就是改变现状吗 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吗 我跟你谈什么呀 我跟你谈什么 你们目标不就是改变现状吗 我跟你谈什么 合作什么 合作完了 让你好了 然后改变现状 我还不如直接武统的吗 能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另外还有一点 大陆对你释放善意 那是过去因为国民党 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你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在台湾 都他妈日本鬼子 后代我他妈给你 给你游会毛 给你游会毛啊 我我我凭什么给你游会啊 啊 你们台湾人能听懂不 你他妈不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 你他妈在享受什么游会啊 每天还要骂中国大陆 杀光中国人 然后还他妈吃着中国红利 天底下哪有这好事 我告诉你 断埃克法只是开始 断埃克法只是开始 后面你看着吧 后面还有 你的贸易啊 你的交通 进出通道 都要受到限制 等待台湾就是武统台湾 我告诉大家 埃克法实际上呢 很快就会结束 因为埃克法现在来看 中国已经非常明确了 通过这个反倾销 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民进党赖清德四年 台湾不会再有好日子 一定是比过去还穷 比过去啊 受到限制更多 首先你们希望中国人死绝吗 杀光中国人吗 改变现状吗 宣布台湾独立吗 那这所有的一切 中国都不能接受 怎么可能还给你让利呢 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天天喊 两岸一家亲 有几个中国人 有几个承认自己中国人 便当大陆是傻逼 看不懂你们吗 找美国去吧 看美国给归你就会 看你台湾生产这东西 能不能出国到美国 找美国爸爸 去找美国爸爸报销